所谓的迷你名物件就是说一般我们在正常使用物件的时候 会先宣告出一个物件的名称 也就是这个物件有点像是我们在记忆体配置一个空间给他 当然在Java里面 我们没有办法去配置是Java自己去帮我们配置出来 然后放什么?放物件吗? 这个物件呢就可以有个空间可以放我们后续要产生的相关的资料 对不对 那只是说 如果你这个物件只用一次 就不会再用的话 那你如果宣告了其实说真的 第一个 浪费记忆体 第二个的话 其实也会浪费你 就是你写作上面也会比较冗藏 所以一般会这样写的我们不宣告 不宣告的话呢开头变成什么? 前面这个没有了 其实你们也可以搜寻那个匿名物件这个关键字 随便也会 也会搜寻到我的影片 OK 那这里的话呢 后面这个分号不要 就是说呢 它是一串的 匿名物件的话就不需要结束了 就是直接对一串 所以后面的分号呢就不要结束掉 然后呢 把什么呢 把A拿掉 也就是说 它的方法使用的方式就是 因为它没有物件 所以就用点就好了 这个很特别 所以以后你们看到 有那个程式呢 是点什么 点居然后面是一个方法 你不要觉得奇怪 这个就是匿名物件 因为它前面没有东西 前面没有东西 前面把它删掉 没有A 所以A也拿掉 但是记得就后面这个分号 也要拿掉 这个规则记得要稍微记一下 就是不要宣告名称 没有名称 对不对 所以不要结尾 不要结尾 不要分号 然后呢 也不要物件名称 也不要结尾 所以基本上 如果要把改成匿名物件的写法的话 基本上就怎么样了 把A拿掉 不要结束 把A拿掉 那结束符号只要一个 分号就是最后那一个 点秀后面那一个 这个不要 这个也不要 开头都不用 然后最后点秀 点秀后面这个分号留下来就好了 其他的分号 通通都拿掉 这个也拿掉 那这边这个 这个分号也拿掉 这样子的话 一模一样 最后执行起来 跟刚刚的结果 完全没有差别 差别就是什么 把它改成匿名物件 OK所以以后的话 假如你们要把原来有宣告 物件的 也可以通通把它改成匿名物件 好那他的好处就是说 当然 呃 第一个不会浪费空 记忆体空间配置 第二个的话呢 他只使用一次就结束了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有这种状况的话 可以利用这样的方法来做 特别注意 就是第1个 前面不要宣告 第2个 分号只要一个 最后面这个就好了 所以其他的分号呢 通通拿掉 但是这个分号 这个要留下来 Finish这个要留下来 那再来就是这个 前面的 那个A 拿掉 OK所以这里的话 请各位 可以把刚刚的程式 把它改成匿名物件 不过建议各位可以这样 在改之前 请你先怎么样 先把它 最好先mark 起来 复制另外一个出来 否则的话你将来 旧的你可能 不知道怎么做出来 所以 旧的话你可以这样子 我的习惯 我会先这样子 就是 把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先复制一下 Ctrl C 然后呢 在下面这个地方 Enter两下 把它贴上 然后上面部分 怎么样 上面部分 把它 选起来 我的习惯是 Ctrl 加斜线 Ctrl 加斜线 很快 Ctrl 加斜线 就是 全部mark 那如果你下一次 要整个把它 取消的话 Ctrl 加斜线 就有取消了 这一招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你就不要学那个什么 开头 结束 我觉得比较麻烦 这个 比较简单 Ctrl 加斜线 就整个mark了 然后再来改 OK 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请各位练习 把这边改成匿名物件 OK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那如果你懂得这个观念的话 以后你看到那个有些 有些 这个这个别的书里面 或者是网络上面有人用 匿名物件的写法 你也比较不用担心 你也至少看得懂 好